我给你们讲讲我去的那个学校里大概是什么样的好吧 我是反正就因为我以前不乖我爸就把我骗去了 当时他跟我说我们一家人去大英 在四川附近他妈有个地方叫大英 大英有个很出名的地方叫大英死海 说一家人去旅游 懂我意思吧 说一家人去旅游那我们就一家人就去了 结果到了那个地方就看到全是绿色的那种 那种那种很长的那种什么叫 就后面带着集装箱的那种大的货车 然后上面是绿颜色的那种布 就一亮亮在那 然后全是穿着迷彩服的那些同龄人和很多教官 就在那里跑步黑走黑走黑走 然后我就被骗过去了 骗过去之后 我也没有反抗 我已经就知道肯定就糟了嘛 就已经就糟了 我就被从那里大英死海我就加入了 加入的头两天 其实头加入的最先开始 其实都没什么不适应的 因为那个时候 才在大英死海里面玩了一下 就所有学生什么的学员 还去大英死海里面去体验了死海漂浮 你知道吧 然后当时就有人就跟我说有个什么三天保护期 然后呢 我第一次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第一次是什么 就是他们开始在那体能训练跑步 我感觉跑了三分之一 就是跟着他们跑步 跑了三分之一 我就已经要死了 我就已经完全顶不住了 我就要累死了 但是不能停 就一直跑 跟着跑完 就已经超出我的极限了 就我跑了全程的三分之一的情况下 我就感觉我已经死了 但被逼着跑了全程 然后从大英那里跑到了什么温江 就行军走到了温江 然后在温江那里就是做各种各样的体能东西 反正也是超出我极限的 反正巨他妈累 站在占军支 站在巨他妈的标准 你知道吗 拇指内扣 贴住两边 然后两臂向后延伸 就是两肩打开 身体前倾 双腿夹紧 头要正紧要直 就这样站 站桩 就他妈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站 然后你知道有多变态吗 脚中 就是他会在后面偷袭你 你他在站着 他过来跟膝盖顶一下你的膝盖一软了 啪就是一戒指 打在腿上 痛得你他妈哭泣 然后我记得我被诊过最惨的是什么 就是手没贴紧被逮到了 就他会来拉你的手 啪这样拉一下 如果你没夹紧 他就给你两块红砖 让你用两个宗旨给他夹住 然后脚 就是膝盖的中间给你放个扑克牌 然后膝盖中间给你放个扑克牌什么的 就搞这些东西 这个叫日常的 就是他那个地方是什么样 就是我是从四川大英进的那个学校 在那里待了大概四五个月的时候 我们行军就是走路 从四川大英走到了江苏淮安 他是行军一段时间 然后在一个地方找一个地方 在那里驻扎 你就在那里生活和训练 训练什么呢 训练就是什么 站桩跑步或者什么挖跳 鸭子步这些东西 我们在有个叫华阴山的地方 有个地方叫黄花里 华阴山黄花里 我印象很深刻 是个小山坡 你要从山脚下走鸭子步和挖跳 沿着那个山的那个山路 从山脚下跳到那个山腰 他们驻扎的地方 就这么离谱呀 还有更离谱的我还没讲 好吧 这些都是比较普通的 然后像这个游戏里所讲的 你每天还有什么休闲 就是他们几个人什么聚在一起说话呀 什么私聊啊 是不可能存在的 从你进入那里的第一天开始 首先你没有一个东西 就是你永远没有一个东西 叫做变装 就是你进去开始 就是理财富 从进去的第一天到离开 就是理财富 你的变装是不能穿的 你是没有变装的 理财富加身上挂一个水壶 这就是你的标准配置 你是没有变装的 其次 所有的联系 这种通讯设备 手机什么全部都不可能有 钱什么的全部都不可能有 所有东西都没有 就你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东西都没有 就我刚刚讲的 理财富加水壶 这两个东西就是你所有的东西了 你也不可能有私下一秒钟的时间 是你可以就是 就是你有你有私人时间的 所有的行动 洗澡 吃饭 训练 上厕所 全部是同意 所有 从早上你醒来的第一秒 到你睡觉 包括你睡觉和起床 所有的这一切 全部是集体行动 没有私人时间 一秒钟都没有 有妹子 有妹子 有女同学 然后日常的 他比如说住招的时候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训练 然后还有就是文课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也会上课 但是上课 不是说就是让你去学术理化什么的 而是只干一件事情 就是背一个东西叫弟子规 要以什么样的速度背弟子规呢 弟子规 顺训练 使用弟子 你翻转 就这个速度 就是非常非常快的语速 把整个弟子规 全部背下来 然后到教官那里去接受检查 对 平时的训练还要教你打军体拳 和这个太极拳 我其实现在都忘了 但我肯定记得到 军体拳第一套 准备格斗 这样对吧 我全部忘了 但是我全部都记得住 已经十多年了 但是我还是记得住一些 然后像比如说太地拳就是这样 起手 就是这样 这样对吧 我都还有印象 那个时候跳的句好 那个时候就做这个做的句好 然后 然后这个是 这个就是常规的训练 这个不算惩罚 在常规的训练里 如果你不乖 就会有惩罚 惩罚大概怎么样的呢 最低级的东西叫做平托掌 和慢下蹲 慢下蹲就是 以这个样子 慢慢慢慢下蹲 很慢很慢 蹲到底再起来 这个慢下蹲 这个是最低级的 比较变态的叫平托掌 双脚与肩同宽 然后双手在这里交叉 向上慢慢舒展开 拇指内扣 双手尽力向外延伸 然后头平视前方 就这么举着 这个东西12分钟 你们有兴趣的人去感受一下 就这个姿势 12分钟 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 很他妈变态 这个很累很累 我这么说吧 你举个三分钟 你就开始手酸 举个七分钟 你全身出汗 手一直在抖 我就这么跟你说 就这么恐怖 12分钟 然后这个前两个 是比较基本的 就是基本的惩罚项目 比较变态的东西 是什么 就是他那里有个东西 叫戒齿 他就是用很厚的那种竹子 很厚 很长 就巨他妈重 然后被他 不知道是什么 煮啊还是干嘛的 反正就弄得很有韧性 就巨重 就让你手伸出来 就他妈打你手板心 他会把这个戒齿举到 他会是这个的姿势 比如说你在这里伸出手 他就他妈这样 戒齿是背到腰杆这里的 啪 一下 我只能告诉你们四个字 叫他妈痛入骨髓 就是你这辈子都不会忘得 痛入骨髓 那个手 你假设被打个五戒齿 肿的比他妈熊掌还厚 就你看我的手 现在有这么厚 就如果被打的人 被打个五戒齿 这个手能肿的是 现在的三倍厚 你可能觉得有点夸张 但事实就是 这个手可以肿的是 现在的三倍厚 就这么 就这么crazy 我靠 然后这个就是 常规的成绩 他还会用戒齿 抽你腿什么的 但一般都是打手 然后最变态的东西 叫 叫摆震 他 他摆震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逃跑 被逮到的人 他会怎么搞你 所有人在集装箱的 车上睡觉 他把人抓到了 半夜 吹紧急集合 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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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有人全部吹起来 然后所有人 站成 所有人军资 站成一个方阵 然后中间空出一块场地 三个教官打一个 打逃跑的那个人 他先怎么打 他就让你把手伸出来 就让你伸 伸出来就打 又让你伸 伸出来又打 打到你再也没有勇气 把这个手伸出来 就开始三个人围着你乱抽 我们最惨的那个人 被抽成什么样 那个时候是冬天 那个逼在温江逃跑的 在温江被抓回来的 打得他 他的那个秋衣秋裤 都跟那个肉连 就被打烂的那个肉组织叶什么 粘在一起 打得他的手 都没有办法拿碗 得他妈这样夹着 把碗这样夹着 就这么恐怖 然后最牛逼的是 这个人被打了之后又跑了 还跑掉了 这是我这辈子 最佩服的一个笔 太猛了 他就被这么打过一次 那个碧海跑了 服不服 真他妈的服 我跑过没 我没跑过呀 我没用 就是我那个时候 其实我一直在想跑 你知道吧 但是我细细的思考过一个问题 我跑了没用 我跑了 跑回家了 就算我成功了 我还是会被送回来 有什么用呢 我跑回 我当时我的家庭情况就是 我家里一言堂 懂我意思吧 我跑了就被 就被我爸又送回来了 像这种人跑掉了 可能家里面比较心疼他什么的 就那个了 我跑回去 我爸必把我送回去 没用 而且我告诉你 行军有多恐怖 我第一次行军 你们觉得人一天大概能走多久 就是走多少公里的路 你正常在街上散步 一小时大概是走三公里的速度 你正常在街上散步 你每小时的前进速度 大概是三公里 你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快的行走速度 人每小时能走五公里 我第一次参加行军 走了四十三公里 第一次 参加那里的行军 走了四十三公里一天 走完之后 我的脚底下脚底板起了两个巨大的血泡 完了之后 他就拿那个针去给我抽 把那个血 把里面的那个组织液抽出来 就他妈这么亏贼 我从那里出来的时候 一百 一百二十斤吧 一百二十几斤 我忘了翻 一百二十斤左右吧 然后一米七六 就这张照片呀 这张照片就是我从那里出来不久拍的吧 你看有锁骨的呀 有脖子的呀 很离谱 出来之后 想听实话吗 想不想听出来之后 实话是什么 想听吗 我出来的实话就是出来大概一年左右吧 我再也没有想过要进网吧 也再也没有想过不好好读书 我出来之后最大的感觉就是上课真幸福 这就是我真实的感悟 以前上课就是一节课怎么还没下 出来之后去学校上课 才感觉过了十分钟这节课已经结束了 我的成绩 我当时在皮线一个叫新二小的地方读书 每天晚上四点五点到七点有两个小时吃饭的时间 我可能比如说一个月里可能 假设我一个月上十五天的课 可能有其中七天四到六点 我是在教室里面看书的 是不去用这两个小时吃饭或者干嘛的 我觉得好幸福呀 这就是我出来之后一年左右的感悟 就是这样的 很恐怖 让我的成绩在我们班上就是那半年吧 大概是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这就是我的学习成绩当时的 恐怖吗 然后后面怎么堕落的 后面就出来久了嘛 可能慢慢的就发生改变了 回归本心了 又接触到了一个游戏叫魔兽世界 又是魔兽世界好吧 然后就堕落了 很恐怖 我在那里没有被电过呀 就是训练呀 疯狂的训练 我那个时候恨不恨父母 我当时的想法是 为什么我爸爸可以这么狠心呀 再怎么样我是他的儿子呀 怎么可能把我送来这种地方呀 而且我在那里就是他那里是一万七千五百块半年 我在那里待了半年 我数星星数月亮数到我终于在那里待满半年 我可以走了 结果父母因为工作忙 那两个月没有时间把我在那里待继续等 让我在那里等了两个多月 我本来是半年走变成八个月走 我从进去的第一天盼望三个月走 从三个月走的时候盼望六个月走 六个月他们给我续费 让我在那里多待了两个月的时候 你知道我有多绝望吗 你根本无法想象要多绝望 很他妈恐怖 但是我那个时候特别恨他 但到现在我已经不恨他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问题 而是环境的问题 因为我父亲就是以前书读少了 他吃了很多没有文化的亏 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也吃这个亏 他就希望你能够好好读书 而且那个年代说实话上网 真的就是没有任何意义吗 你说现在还有职业选手 还有这么多行业 但那个年代确实就是什么都没有呀 确实就是完全的不务正业 所以我很理解他 好吧 像很多父母他确实是爱孩子的 但是他因为他曾经自己的经历和某些原因 他没有正确的教育小孩的这种方法 对吧 感恩成功 可以 我确实感恩成功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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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